各位蜗友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芒向編輯部的節目時間 首先錄的時間是2020年11月3日 還有半天就決戰開始了 但是想知道勝負要一個月 希望不忘了,我很害怕 我這裏太近了 首先這裏有社長雷文汪 大家好 我是嘉燦先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一定要點讚和分享 還未按訂閱的按下訂閱 還有旁邊的鈴鐺有新片會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們的二台正向部 三台沙冷氣那裏點讚、分享和訂閱 多謝大家先 我跟大家說剛才我怕的是 應該會繼續封關的 如果那些美國人要湧上來 怕麻煩,不知道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抗疫無能 不遵從科學 在他們的大西洋彼岸 整個歐盟 其實已經是完全忠存科學的做法 來一次第二波的大封鎖 為了這個十九第二波 其實最早的就是德國、法國那些國家做 德國默克爾幾天之前就已經說 好,我們決定封鎖 他的封鎖是最徹底的 應該是意大利先走的 意大利一說封鎖 那些小朋友就跑出來扔汽油彈 後來就說我們消禁,馬上縮回去 他們始終都是順從這個政府的 那麥克爾就跟著去做 麥克爾就做得徹底到 連這個新年 New Year Eve的Party 不准做 我猜不到的 因為其他地方都說是11月才開關 好像現在的法國 現在的法國 Belgium 比利時 其他地方都說要封鎖 意大利、法國、比利時、西班牙 通通都說封鎖 不要搞了 一和國就搞定了 但是都想著要做到11月 是麥克爾才說 連聖誕都未必有 There will be a Christmas under cold corona condition But it should not be a lonely Christmas 但是New Year Party 你就不用想 連希臘都有 基本上所有歐洲、歐盟大國都說封鎖 波蘭都應該是 據悉 很正常的 現在應該 因為他們根本未解決過疫情 封鎖鎖鎖鎖鎖鎖鎖 看看能不能解決到 是 應該做的 但是社長你覺得 正常封鎖鎖28天 然後就開回Social distance 可不可以救回聖誕市呢 究竟28天 我知不可能 但是會不會跌回幾十宗呢 這就不知道 這個很難猜 要看那些人守不守規矩 其實封城是最有效的 如果要徹底 就是將那個病毒打下去 就是將病毒壓下去的話 這個是很有效的方法 封城是 現在的問題是 在歐洲那個社區傳播 還很厲害 封城就可以撤斷了社區傳播鏈 現在封城這個做法 其實已經在很多地方 證明了是有效 尤其是嚴格的封城 還有是限制絕大部分人的活動自由 這件事是最有幫助的 因為你限制了那個人的活動自由 你也同時限制了那個病毒的傳播 這件事本身來說是最有效的 當然很多地方不能做這件事 或者做不到這件事 這個是困難一些的 現實情況就是 那說回來 其實在英國來說 除了這個老尖士邦 阿辛康納利死 是這麼嚴重的 其實封城在同一天死 在同一天公布 第二次封城就佔了他的頭板 所以可以看到這一次是很嚴重的 但是現在英國裏面是捲起一場政治風暴 因為今天他的數字是下降了少少 那些報紙開始一罵 喂 你也下降了少少了 是不是要停啊 那阿金毛莊呢 就說 就要求國會 喂 給我封城了 這樣的 其實在公布他第二次封城之前 就有人已經爆料了 原來 所以他那個下議院的講師 就是這樣在罵 喂 你應該要通知我們國會先 然後才封城 你這樣是不對啊 這樣說 現在整個英國的人都大排長龍 去拿配給 好像上次一樣 有搶廁紙 我有親戚說 是搶廁紙 搶廁紙 搶廁紙、雞蛋、麵粉 那些人甚至去搶購聖誕禮物 下降之前 因為沒有一個人 是想著11月是可以開城 這樣 開不了是很正常的 就是現在這樣的情況 其實如果你繼續 繼續大量的經濟活動的話 那個病毒的活動 都是繼續在那裡 所以我自己很 就是我自己個人很贊成封城 就是當那個病毒 是難控制的時候 封城是給到 整個醫療體系 一個喘息的機會 這個很重要 我都贊成長痛不如短痛 一獲過 這不是一獲過 但是其實很奇怪 香港就有同一種情況 但是香港又控制到 香港的人煙囚物一定比倫敦紐 但是香港竟然可以控制到 我覺得 又不是竟然的 又不是竟然的 不是不是 就是香港其實 一直以來 那個政治氣候情況 都是不好的 但是控制到的疫情 其實是一個奇蹟 就是我眼中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很坦白說 香港 它政治爭拗 是有政治爭拗 但是 政府繼續做事 根本都不會理會你的政治爭拗 嚴格來說是不理會的 嚴格來說 那些政治爭拗 是影響不了 特區政府的正常運作 就算說 有些KOL出來說 是我踢一腳 陳肇始 陳肇始才會做事 但是其實 它有沒有 罵陳肇始也好 陳肇始也會做回該做的事 當然你 有一部分人現在在此笑 這個陳肇始 現實就是 此笑她什麼呢 就是說她 喂 你 陳肇始女士 你 什麼 被人 就是怎麼說 你月薪這麼高 竟然被人 就是被人 騙了那個 那個 那個 WhatsApp那裡 又騙了你那些 東西 這樣 就是現在有些人是講這些 但是 去講就講 就是很坦白說 這些根本不是 對我來說 根本跟她 懂不懂做一個 政府官員 是沒有關係的 是 你說她 有些事情不懂 但是沒有人是懂了所有事情 她能夠在她那個 職責範圍裏面 做到她要做的事情 就夠了 其實 是嗎 即是怎麼說 你叫她做那件事 她做到就行了 其他事情想怎樣 那你又不懂 最嚴重的是 很多人根本什麼都不懂 然後講自己懂 其實西門興呢 其實她都是做回職責範圍 就是欺騙你 要爬一爬 她都是這麼說的 對不對 但是 就是 她的操作不適合 你根本上就是告訴別人 是要我們插架 政府才會做 但是 現實就是 政府其實不用理她的 所以還沒到選舉 選舉的話 哈哈 就支持一下她 哈哈 其實你想一下都知道了 就是現實的情況就是 香港一個這麼成熟的社會 是不是你說幾句 就 可以真的搞得定呢 或者你不說的話 他就不懂做呢 這些就是你想一下就會知道 不過當然有些人是 香港是很悲哀的 是不想的 是不是 很粗疏的 其實有些人論述就是 其實 好像芒果佬那樣 經常都用一些口號 狂插 就是虐父傾 意無反顧 什麼時候啊 他 是吧 當然 這些聲大 其實容易記 人家記得他講過那些什麼 但是 就算這麼說 其實芒果佬 其實以前 他講到大大聲的時候 老實說 他都不是沒有做幾句工作的 他做議員的時候 其實他都是找老美興 就是老美藍 都是搞長者生日會 都做很多事情 就是他聲大大 他不只是搞政治的 有些人以為芒果佬 只是口號識 其實他都是有做事的 是呀 不是那些人 就是看到他這麼 就是這麼說 看到他 全靠罵的 不是這樣 他有一套東西的 不過當然 就是 現在 香港社會 就有很多人 是學了芒果佬 不好那套東西 沒錯 他專門做它 專門講它一些 或者 模仿它一些不好的東西 而他好的東西 是完全不學的 很大部分人是這樣的 因為芒果佬好那些東西 他是很隱瞎 不是大肆宣傳的 他那些東西 但是他那些不好 比如說 罵人 造勢 或者那些很粗疏論述 口號式的大叫 你就經常看到 人家只記得他那些東西 這個是一個民粹社會的做法 怎樣煽動支持者的情緒 站在自己那邊 一邊哄他們 說一些他們想聽的話 這個是民粹社會 有些人說 我們要搞民粹社會 這個就是民粹社會 民粹大了 結果就是這樣 最後是會被他夾死的 劉細良說要搞民粹社會 你民粹社會的結果 你是能夠駕馭的 除非你本身是一個精英 你是可以用理性和科學去駕馭 這一班民粹 取信於他們 其實所謂民粹的受眾所希望的 就是有一個精英站在他們那邊 跟他們想 但是 一般操控民粹的人都是 都是鄭郡多 是 因為危險 入門監製 他根本是沒有入門的門監 其實他只要是有一個基礎的煽動能力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都可以煽動人 煽動人去罵政府 煽動人去 其實你說很難嗎 其實你說很難嗎 有多難 說真的 但是當然有些人就不是 他覺得這樣可以騙Viu奶奶 那好啊 找到食 找到食的話 當然不理會 找食物 我理得你 我找到食就可以了 是不是 關你什麼事 香港現在最大國是這樣 我們說回 默克爾 默克爾受人推崇 因為他是完全遵循科學去做 因為他本身是個科學家 那他現在呢 雖然他 其實現在整個歐洲 是 是分亂 就是 如果這一次 假如這一次 他們是封城失敗 抗疫失敗 聖誕節都沒有了 已經有人估計是會 是會大暴動 那一期 有九個 就是有九個城市 巴塞隆南 盧森堡 那些叫 米蘭 那些他們已經 宣告向他們的 各國家 就是上一級 上一級的議會 的政府說 喂 求一下歐盟 給錢下來救命 Charles Michael 就說 給大約有七百五十萬歐羅 不是七百五十萬 十萬八萬千萬 七千五百億歐羅 大約六千七百六十萬 這個英鎊 去做recovery fund 就是去幫忙撥下來 如果不是會死人 現在已經叫了 那到底歐盟有沒有這麼多錢呢 其實都是很難指的 因為你封鎊的同時 全世界的商業都會崩 的重商環境 你要封鎊 你就要放水 到底可以放水 放多少水呢 現在是另一個大問題 是另一個大問題 這個難搞的 這個是難搞的 你說得對 這個是大問題 但是都要做的 因為如果你不去嘗試 去解決現在這個疫情 或者將它每天的感染數 減低的話 你之後就真的沒有經濟 沒有經濟可言 可以說 就是回不了去 其實如果大家看歐洲文 美國是有封鎊 它也是科水 但是它所做的事情 它是沒有 這兩手牌 它沒有配合得很好 所以是越搞越大 當然我相信其實 是跟美國本身的復原過大 非常大是有關係 但是中國都很大 中國是大 但是中國的體制是可以很容易 就是很容易團結到人去對抗 就是中國其實如果留意一下 經過幾千年的運作 為什麼是要王權等等 中央集權式的運作 其中一個原因是要對放天災 不是歐洲不行 但是歐洲它長時間都是分裂狀態 他們對於這些所謂中央是有所避忌 美國其實他們有兩套東西 一套就是現在川普那套 每個州應該要自己做事 你中央集權的 是不是有鼓劃 一套民主黨那些 我們大政府齊上齊落的不行 聽我說 但是兩種意識形態 這樣鬥下去是不得了的 對阿鑫好像說 那些check已經被人說 你說要給check 人明明印好了 突然按住要重新印過 為什麼呢? 好像漏了我簽個名上去 哈哈哈哈 其實那張check是不需要他簽的 說回來 這些是聯署局找一個人簽也行 美國財政部找一個人簽也行 投給他簽也行 有些人爆發 阿鑫好像要求他簽個名上去 嗯 這麼曲街的人也有 想不到 有這樣的傳說 我是看過 這麼賤格都行 當然 對他來說 這些政治孫 他本身是一個藝人 他是很明白這種情況 其實很多人是很想有一個制度外的人 給一個制度外的人去試一試管一下這個國家 看看行不行 給他一個機會 但是就是給一個機會出事 沒有想過一個毫無管理國家管理地方經驗的人去坐這個位置其實是危險的 看得太多那些小說那些 很喜歡說一個外來人天眾奇才 用我的威勢壓住了官僚系統 令官僚聽我說 令這個國家 令這個國家great again 其實是很多小說都是這樣說的 那些事情是這樣說的 浪漫了一件很嚴肅的事 但是現在這樣下去 萬一 現在其實做這麼多事情都是叫救聖誕節的 如果這樣雷麗風行救不到 就大亂了 那些人是忍不住會反的 那到底一句 大家兩位覺得 夠不夠到 28日是夠不夠 歐洲難一點 老實說 歐洲難一點 可能德國會好一點 因為德國人都守紀律一點 但是你說 意大利法國我就不敢說 意大利早那輪都是可以的 但是現在我看 那些人扔了汽水油彈 放了汽油彈 放了汽油彈 就很麻煩 我也認為是可以的 其實我和珍比斯的看法是不同的 28天不行的時候 你就封多28天 其實28天是一個開端 你到最後就是封56天 你的理論其實我贊成28天是可以的 但是那些人忍不忍到我的意思是 忍不到又出來搞一會 又是什麼 我意思是這樣 英國的人現在就撲出來說要買聖誕禮物 聖誕你要人家留在家裡 不是人人忍到會反面的 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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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我們和紐西蘭有可能 聖誕之前會開的 他這樣說 那你們做得好 是 澳洲已經清零了 整個國家都 那 那 我這邊都 我都不看 因為你們和我們時間倒轉 我們夏天嘛 所以 可能夏天也反夏天 不只是這樣 不只是這樣 而是民情不同 好像我今天 又有人媽媽聲 原來有一個同事 他星期五 他老公乃了東西 confirm乃了東西 那個壞人還要回 那個八婆還要回班 那些人都可能會感謝他的 因為他的辦公室都不用上班 很快就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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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上班放家 是 現在繼續休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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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人聽到 又你 不是啊 這樣 就在這罵 那 那到底怎麼辦呢 我真的不知道 平心而論 結果是怎樣 我真的不知道 那些人本身那個 叫做 民族 那個 那個不是民族的格 就是這樣 我是不喜歡的 你吹嗎 你大城市的人會守規矩 就是有些人是會守規矩 但是只需要一個人是不守規矩 或者兩三個人不守規矩 你就已經玩完了 那我沒有你看得到這麼悲觀的 其實大家 當大家知道那個嚴重性 其實現在 我知道那個嚴重性是怎樣的 如果他不去處理這個問題的話 或者不去守規矩的話 其實之後可能是很漫長的 封完又封 封完又封 封完又再封 那我自己覺得他們就會認清楚這樣的情況 就會接受現在的現實 應該希望會 就是我個人是不樂觀的 對於這種帶著一點點醜惡 這樣想人 我想的東西比較不太正路 當然希望 那些人不肯 你都沒有辦法 尤其是經過去年 看到一向說守規矩的香港人 都會變成這樣的時候 是的 我覺得歐洲人 其實你不可以將一個國家 看整整個歐洲 他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情況 有些地方的人會受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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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大家看清楚 有些地方的人會受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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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大家看清楚 就是你一不守規矩就會爆上去 其實到最後那些人都是 我認為那些人都是會理性的 就是如果你不去處理現在的問題 你是之後的經濟困難 是大家都受不了的 如果知道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大家就會 我自己的看法 封城就繼續接受 還有我覺得歐洲國家 它會加強軍事法管理 就是用軍隊去控制 去控制一些地方 不讓你出 讓你進去 那些 其實我們這裏都是 最初那些人不守規矩 都有不守規矩 警察都不夠用 接著就用軍隊 其實你一用到 警察不夠用 一用軍隊就OK了 其實搞得行 只不過看你那個地方 那個執政的人 肯不肯用這些 這麼極端的方法 也不是極端的 就是你 這些本身就是一個政府應該用的工具 去處理這個社會問題 你用不用 只不過是一個 你覺得這個代價 可不可以付出 應該這麼說 其實要賭一局 是要賭一局 你說有些如果是 在他快要退休的時候的領導人 那他願不願意賭這一局呢 很多都不會願意賭這一局 但是如果他剛剛上來的話 譬如他剛剛做 或者民望本身都很低 他不如賭一局 處理這個疫情 令民望大升 下次再選多 如果是民主社會 他選多獲更好 那特朗普就是一個奇葩來的 就是如果你說民主社會 他賭都不賭 他賭什麼呢 就是賭票白水 叫人打票白水到身上 叫人吃一些沒有根據的樣子 其實你就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民主社會 其實很看那個 你在那個選舉那個 cycle 哪一個位置 如果他那個領導人 都就是退休了 那會不會賭一賭 他當然是不會 就是盡量用一個 穩打穩摘的方法去處理 那如果民望低一些 或者就來選舉那些人 他就越用越激的方法 你說激 就是很極端又不是 其實都很合理 就是這些方法 根本就是一向都有 一向都是有的 比如你就限制那個病毒的傳播 限制人的流動 流動不是流動 限制人的流動去限制病毒的傳播 這些很正常的方法來的 其實這一節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那加燦你講完終結 那我們完結了這節 好啊好啊 我是以美國的看法 美國人對這些很敏感 你用軍隊去說不給人什麼 是會有問題 其實是要看激將 看看你的人有多聽話 才可以 面對一個災難的時候 有時候說要追對軍隊 但是就是要看有沒有勇氣 其實川普是一個沒有勇氣的領袖 還有一件事是不信任的 就是美國是對川普 有很多人對川普政府是不信任的 因為其實試過幾屆的 就是你當你那個popular vote 多那邊的人是贏不了 接著結果就是由一個popular vote 小的人做總統的時候 他本身已經有先天不足的 就是如果他做總統來說 那這節時間差不多 下次回來再說 拜拜